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水种 受种 以及全体同修 大家好 阿弥陀佛 今天非常难得 我们接到 富隆基士的一个信息 他发心要拜领 和鸿来公司全体的员工 以及我们同修 在这个星期五下午 五点到八点 三个小时 来学习情书制药 三六年的读书会 我接到这个信息非常随喜赞叹 因为悟道最近这段时间 也都带领我们罚障全体的 员工 义工 同修 一个月 有定一天 三节课 一个月定三节课 就是听蔡老师 讲这个 秦书制药三六零 三级 一级 时间是一个半小时 那么三级 一共四个半小时 目前我们是定 一个月有一天这个时间 那么时间 没有肯固定哪一天 就是 如果有什么事情 我们就会错开了 那总是说 每一个月 就是目前都 例行性有一天的时间 这个大家来学习 学习有一些空档 我就跟大家 做一点分享 他们来学习的全体 员工 义工 他们自己也可以做自己的 心得笔记 也可以 把自己 的心得 跟别人分享 跟家人分享 这个 也是非常 好的一桩事情 那么秦书制药三六零 这是我们 敬老和尚这几年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他这个大力推荐的 就是 优先推出的 就是秦书制药三六零 那么秦书制药啊 这一套书 是唐朝 唐太宗 命令他的大臣魏征 就召集啊 当时有学问 有道德的人 来 收集 把我们祖先啊 从三皇五帝 一直到 水朝 这个精识子集啊 讲到 政治的部分 就把它 决选出来 那么这一套书啊 到宋朝 在中国就失传了 后来到了 清朝 嘉庆年间啊 日本啊 当作礼物 来庆祝 嘉庆皇帝登基 再把这个 秦书制药啊 这一套书 送回到中国 那么这个书 失传啊 就是当时啊 日本有很多留学生 到中国来留学 当时他们 有带回去 日本 那在中国失传到清朝 再看到 那么有关这一段的因缘啊 大家 听 蔡老师啊 如果从第一集开始听啊 他们讲得很详细 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啊 很短 不能跟大家做太多的 这个 讲解啊 来 说明 那么在 零四年啊 我们敬老和尚 开始提倡 第十规 当时啊 嘉师敬老和尚啊 教务道啊 祖团到 澳洲 土文巴 敬中学院啊 去听蔡老师讲这个课 那么当时啊 我们师父 敬老和尚啊 听课 他老人家 做第一个低牌 那我们这个 做徒弟的 也就 乖乖去 跟着师父听课了 那当时啊 我们师父提倡这个啊 当时我自己也 起了一个傲慢心了 觉得哎呀 我都听大圣经典 听了几十年了 又出家了 又讲经说法了 这个是小孩子学的 怎么叫我们来 学这个呢 看到师父坐在那边 我们也不敢 不坐在那里 后来听了之后啊 哎呀 才知道 这是我们很缺乏的 后来在十年前 又推出 勤书制药 那当时我也不在意 那总觉得 我们这个学佛啊 念佛就好了 学这个经教就好了 这个就给在家人去学吧 后来啊 这个道场啊 也是很多事情 那有一天啊 这个蔡老师这个 这个 现在推荐这一套啊 是2011年5月28号 在马来西亚汉学院啊 对马来西亚全国的 中小学教师以及校长讲的 讲的非常详细非常好 那当时我也遇到很多 管理上的问题 所以就来听看看 结果一听啊 里面的问题 我所有的问题 都在这个里面 所以我就带大家来学习 那么也跟我们同修大家分享 希望我们大家同共发心来学习 那么星期五下午啊 五点到八点啊 那么我是建立先听第一百集 因为刚刚前 昨天我听到第一百集 感觉很有受用 对我们当前这个 管理公司方面啊 也有讲到这一部分 所以先请大家有耐心的 把心静下来啊 好好来听一个半小时 那当然啊 如果能够再听一集三个小时 那就更好 会更有受用 但是我不敢 大家第一次听啊 不敢请大家听太长时间 怕大家呢 这个坐不住 所以先听一集 如果可以我们再加两集 目前我们罚葬是 一天两天三集 这个提供给大家来参考 那么我们同步 也希望我们所有同修啊 大家可以发 这个我们罚葬镜中 红化网 那么你可以点播 这个数位图书馆 点蔡李系老师 然后下面呢 有1234点那个2 然后会出现一排 你再去找 琴数字叫360 这个2011年5月28号讲的 那一点它就出来了 看要听第几集 从第一集开始 那当然是更好 我是先抽一集大家听看看 然后啊 顺序啊 我们还是要从 第一集到后面啊 那么这样才完成 那当然说我们有需要啊 哪一集啊 我们可以特别再提出来 大家来学习 好 那么 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祝大家 福费增长 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